玫瑰花的柔肤秘技绽放敏感肌最自然之美 玫瑰花是美容护肤的极佳选择 尤其在舒缓敏感肌肤方面表现得尤为出色 它拥有一系列舒缓和镇定功效 不仅能减轻敏感肌肤的红肿和刺激 还能为肌肤提供柔和的呵护 使其保持平衡和舒适 1.抗氧化年轻肌 玫瑰花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 如维生素C 这些成分能够中和自由基 有助于减缓衰老过程 保持皮肤年轻 定期使用含有玫瑰花的产品 可为肌肤提供有效的抗氧化防护 使肌肤保持青春活力 2.深层保湿柔软肌肤 玫瑰花具有出色的保湿作用 能够深层滋润皮肤 使其柔软并保持水分 这种滋润效果不仅有助于缓解粗糙的皮肤 还能为肌肤营造出水润弹性的触感 淡化黑斑 使皮肤嫩白自然 3.抗菌抗炎净化肌肤 玫瑰花中含有多种具有抗菌和抗炎作用的成分 这些成分有助于减轻皮肤炎症 减少痘痘和其他常见的皮肤问题 使用含有玫瑰花的护肤品 可有效保持肌肤清新洁净 4.改善血液循环提亮肤色 玫瑰花被证明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 提高皮肤的氧气和营养供应 进而改善肤色 这种微妙的效果使肌肤焕发自然光泽 展现健康明亮的肤色 总的来说 玫瑰花以其多重美容功效 特别是对敏感肌肤的温和呵护而闻名 选择含有玫瑰花成分的产品 让您的肌肤得到全方位的护理 展现自然健康的美丽光彩 芳香疗法远远流长 古人的芳香疗法体现了对大自然的敬畏 和对花草植物的深刻认识 同时也反映了对身心灵平衡的追求 古代智者以调和阴阳 调理精气 纠正脏腑偏差为主要手段 芳香疗法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感谢仙人神农圣衣的恩德 它的发现让我们得以认识到白草的奇妙之处 玫瑰花为我们敞开通往健康之门 给大家带来了身心的净化和滋养 然而在追求健康的道路上 玫瑰花不仅仅是单一的健康美丽良方 感谢仙人神农圣衣的恩德 它的发现让我们认识到白草的奇妙之处 为后人敞开了通往健康之门 带来了身心的净化和滋养 中华大地堪称神州大地 中华民族历经5000年的演变与积淀 深深植根淤儒 是道的仙人们的养生修炼之道 越育了古人在养生过程中的无穷智慧 以及与自然界和白草的天然力量的协调 上天赋予给人类疗愈身心的海洋和陆地的天然珍宝 帮助我们预防各种病症的潜在性 大家可以查看本频道中的播放列表栏目 Playlists 或者点击以下文字区的链接了解更多 古人认为药补不如食补 食补不如神补 强调饮食对于养生的重要性 食物中的营养成分可以更有效地滋补身体 古老谚语说 并由兴起 兴转病疑 并由兴起 心理因素在疾病发生中起重要作用 压力 焦虑 抑郁等负面情绪对健康有害 可能语发或加重疾病 而积极心态和健康心理有助于预防疾病和促进康复 例如长期压力和焦虑会降低免疫功能 增加患病风险 新转病疑改变心态和情绪有助于治疗疾病 传统中医认为 心情舒畅 情质调和能促进气血流通 促进健康和康复 因此治疗过程中除了药物和技术 患者需保持积极心态 提高治疗效果 心理治疗和情绪支持 在慢性病和重大疾病治疗中也很重要 古代智者善于运用对的心法 认为心法用的不对 就会生病或者遭遇麻烦 心法用对了 并就会转移 麻烦就会减少 古人更注重培养心灵和精神层面的修养 相信身体的健康源自于身 心灵的健康 通过冥想 静坐 养神等方法 保持内心的宁静和平衡 可以获得更深层次的养生效果 在这个节奏快速的时代 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心理压力 常常对身心造成伤害 将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入到现实生活中 用最佳的心态应对外界的压力和挑战 从而减少焦虑和困扰 乐观的心态有助于良好的气血运行 健康的精神状态 是拥有健康身体的基石 祝愿大家活出健康自然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